最近有一句话在美国很流行的传着 就是我们的民主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major threat to our democracy 因为根据各大民意代表出来的结果 就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票投给共和党 那这就表示说民主被威胁了 甚至摧毁我们的民主系统 没有错 只要不投给自由派 只要不投给左派 只要不投给民主党 只要不愿意当个无脑的脑残 接受不合理的规定 还有法条的话 就是在威胁民主 民主这个字很特别 是左派最爱用的 代表了高尚 神圣不可侵犯 比专制的地方更崇高 但是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以为 支持他们就是等于支持民主 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民主 我是Eato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今天我想讨论一下 拜登当了总统一年发生的事情 一年前的这个 1月20号 他宣誓就职 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 最幸运的总统接班人了 在他就职之前 他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疫苗 而且分发这个疫苗的计划 全部都已经实践了 当时已经有超过一天一百万的接种率了 他承担下来的还包括在中东近代史上首次的和平 还有已经和平的阿富汗 驻扎在那边的美军不到两千人 已经超过两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战役 而且没有美军在当地死亡 他承接下来的还有经济 还有整体国力正在下降衰退中的中国 还有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当时都算是听话的 都乖乖的没有要跟乌克兰起冲突 也没有要攻打台湾之类的 你如果看我一年前的影片的话 我是说拜登这个人 简直就是搜刮了川普所有的成果 他前两年会做得非常舒适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因为2021年有了疫苗了 我们可以开放了 我们不用再封城了 所以经济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回复 会有自然的经济成长 我们之前有一个人造的疫情 2020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走出来了 当时的经济已经有在复苏的迹象了 失业率也正在降低当中 也就是说2021年绝对会是一个经济成长的一年 2022年也是会是一个经济成长的一年 拜登几乎不可能把这一件事情搞砸 结果 我的这个预言 简直就是大错特错 没有想到 这个人的破坏力 比我正常人的想象空间强大太多了 拜登在就职的时候呢 中东是和平的 我基本上不知道他怎么可以毁掉这一切的 因为和平协议都签了 然后伊朗好像也没有要跟美国签什么东西 拜登应该不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又吃屎吧 结果我又是错的 他就是在中东的和平上面看到了屎 就整个大口大口的吃下去 然后还有中国还有俄罗斯 就算拜登老人痴呆 什么都不做的话 也不会把目前的局势搞砸吧 结果我又是错的 拜登真的是彻底的跌破了我的眼镜 而且我是做过雷射手术的 拜登有了美国总统史上最烂的第一年的成绩 只有两个人可能超过他 一个是美国第九任的总统 William Henry Harris 因为他就职之后的32天 就觉得自己很壮 二月的时候在这个华盛顿DC 没有穿大衣跟帽子 下着大雨出去展现他自己很man的一面 回来之后又不换衣服 结果他就发烧感冒失温死了 另外一个叫做James Garfield 是上任六个月之后被暗杀死的 美国历史上只有这两个总统 可能做得比拜登还要烂 美国历史上 当然还有其他的总统第一年做得很烂的 例如像说Herbert Hoover 他就职第一年1929年 马上全美经济大萧条 全世界都经济大萧条 然后他的反应造成了更糟糕的结果 但是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不是一个他能控制的 像说林肯也是 林肯就职第一年 美国有一半的州 退出联邦然后又跟他打仗 小布希当总统没有几个月 突然911恐怖攻击发生了 就是这些都是第一年过的 其实很惨的总统 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的错 只是他们就职的时候 承接下来的东西很糟糕 但是拜登没有任何这样子的情况 拜登承接下来的是 世界和平 经济复苏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竞选的时候一样 躲在自己的地下室不出门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美国就会变得更好了 如果今天拜登跟William Harris一样 下雨出去淋雨然后感冒死了 或许他现在还是会被称为是一个 非常好的总统 但是他没有 他活下来了 而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反奇迹的事件 他现在民调会这么低 声望会这么差 全部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个是历史上最自残的总统 甚至超过川普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川普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讨厌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讨论自己的政权 每天做了多少多少的好事 他每天就在推特上面大嘴巴 跟哪个好雷屋的明星在那边吵来吵去 跟CNN的主播吵架 但是这个就是差别 大家要知道就是 川普就职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气很旺的一个总统 拜登就职的时候 根据民调啦 还有他的选票 他是全美国历史上 人气最高的总统 得票率最高的总统 我们就拿川普的民调 跟他出来做个对比 因为对于左派来说 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可怕 最糟糕的总统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川普从来就没有一天 他的民调是好的 他就职的第一天 那还蛮平常的 就是45%支持 45%反对 然后马上就变成了49%不支持 然后呢 46%支持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他 越来越多人讨厌他 他整个总统四年 没有一天他的民调 是支持率高过反对他的 但是呢 拜登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 有56%的支持率 只有36%的美国人 说他们不喜欢拜登 我们就是这36%其中之一 如果我参加那个民调的话 但是大家还是都蛮喜欢他的 一直到差不多7月底的时候 这个数字开始慢慢接近了 但是还是支持他的比例是高的 结果 阿富汗撤军事件就发生 不是不要说撤军 阿富汗投降事件就发生了 那阿富汗撤军代表了什么呢 就代表了这个总统彻底的强奸了所有相信他的人 他杀了13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撤离平民百姓之前 撤离了军用机场 把超过1900万的阿富汗女人留在阿富汗当塔利班的信奴 还有让一群史前时代的山顶洞人的恐怖分子 拿走了我们美军使用的高级武器 原来美国人是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的 这就是为什么反对他的民调突然会飙高 一直到现在简直就是可笑 所以你看一下川普的民调 他一开始就是不好的 结束的时候也不是很好 反而更差 那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太好 他做了很多事情很多好的事情 但是呢他只喜欢一天那样跟Jack Dorsey吵架 那Joe Biden呢 一开始大家原本超爱他的 结果现在却烂成这个样子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太烂了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两位总统的图表 这是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数字的百分比上面 川普的支持率从原本的45%掉到了52%的反对票 所以就差不多是一个7个百分点的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 拜登这张图显示了从56%的支持率 掉到了42%的支持率 你就说他在这一年内掉了14%的支持率 原因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的这个总统 自己造成的 上台第一天他就开始不断的捅自己 开始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过去五年民主党的方向就是 所有美国的问题全部都在川普的身上 就是因为川普美国才会疯掉 就是因为这个总统一天到晚在那边发推文 个性很差 是个bully 然后爱开很糟糕的玩笑 grab them by the pussy之类的 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说 只要美国总统不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不去说这样子的话的话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美国人就会觉得说 well 至少我们的国家还是正常 至少我们总统还是正常的 结果他们是错的 原来有两种不同的政治狂人的行为 其中一种就是领导人在那边说什么 中国病毒啊 墨西哥裔的法官很笨 这样子的脑残的行为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这个人神经病啊 好好做总统不就好了 但是同时又觉得说 好像对我的人生没什么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民主党的脑残行为 就是我们要把男生变成女生 女生变成男生 然后呢 只要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话 你就是种族歧视 经济正在萎缩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印钞票的话 会怎么样呢 如果说我们直接对中国共产党投降 直接对俄罗斯投降会怎样呢 如果我们直接把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 直接送给塔利班这些恐怖本子会怎样呢 这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比任何一个总统的脑残推文 造成的后果还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 然后人民就发现了这一点 发现原来整个民主党 全部都是神经病 拜登今天民调会调成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他很无能 他已经很无能了八十几年了 而且他是在川普之后接手美国的 他只要继续做一个无能的总统的话 就可以当一个成绩不错的总统 至少两年 最主要摧毁整个民主党的方向 就是美国的父母觉醒了 原因就是因为 左派认为说你的小孩 应该要接受他们的控制 共和党大概2004年到现在 第一次开始真正的讨论草根的文化战争 而且川普是整个运动的推行者 他没有跟一般的共和党政治人物一样 只在那边说什么我们要减税啊 然后什么经济啊之类的废话 他是第一个敢真正面对 种族议题的共和党总统 他亲自站起来面对了 全美国的犯罪问题 现在全美国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很聪明的把所有的资源 还有话题的方向 指向了左派的教育上面 因为左派的人认为说 你的小孩不是你的 所以当你在听到民主党在那边说 我们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孩子 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要为孩子而奋斗 其实他们要讲的内容就是 他们要怎么样把你的小孩洗脑起来抵抗你 身为一个父母的我 对于左派的这些我的回答是 吃屎吧 你不认识我的小孩 你也不在乎我的小孩 我不认为Nancy Pelosi在乎我的小孩 我24小时几乎都在为我的小孩操心 我会因为我的小孩的未来 晚上睡不着觉 Nancy Pelosi不会在乎Blake and Bailey more than I do 所以当他们这些变态说 他们会把最好的未来给我的小孩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试图要洗脑我们的小孩 起来对抗我们这些父母 以下是Nancy Pelosi说 她比你还要在乎你的小孩 所以说你的小孩应该要听她的 我们不能继续续续续 这是一个派对的 不是一个国家 中学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在中学 和所有人的奉献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 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 如何改变我们的国家 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 对为了小孩 他愿意站出来 take a punch 你觉得我会比较愿意为我的小孩出来 take a punch 还是Nancy Pelosi 我来告诉大家民主党对于孩子的看法 就是在小孩出生前 就应该杀了他们 小孩如果不幸出生了 就要告诉他们 他们性别是错乱的 然后呢 种族议题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 所以说他们要起来摧毁美国这个国家 这些全部都是为了孩子们 事实上就是所有左派的政府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 他们可以让人类的社会变得更完美 这个想法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哲学家 Jean-Jacques Roussel 中文好像叫做卢索 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就提到就是 用特定的方式来教育小孩 来达到社会集体主义的方向 这个是在马克思写出来的 这个左派政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想法 如果说你要再往前看的话 就连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都这样说 柏拉图Plato 在他的这个republic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要把小孩从父母的身边夺取 洗脑他们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公民 所以任何想要建立乌托邦的人 都会想要把小孩当成武器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国家 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传统价值的话 例如像说父母或是教会的系统的话 他们就是要把你的小孩抓出来洗脑 一直以来共和党跟民主党在讨论教育上面 都只在讨论说什么要花多少钱在教育上面 不然就是什么school choice跟公立学校 只实在是烂到爆之类的 直到最近这几年左派他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们认为所有摧毁小孩的问题都是在父母身上 如果他们这些专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洗脑你的小孩的话 世界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 以下是来自Melissa Harris Perry 之前MSNBC的一个主持 最近这个影片突然又火了起来 你们说得非常清楚 左派是怎么样看小孩的 他们这些左派的这些专家教授 几乎都不生小孩的 右派的人生养众多 但是这些左派的变态基本上没有小孩 然后会把自己的猫或者是狗叫成他们的小孩之类的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管你的小孩 他们应该要洗脑你的小孩 因为你的小孩不属于你的 你的小孩是属于社会的 小孩是未来的栋梁 所以他们如果要改变未来的话 就必须要洗脑你的小孩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 他们每一个在讲的都是 要给你的小孩更多的资源 但是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 要夺取教育你的小孩的权利 所有的价值观 所有的道德观 全部都要以他们来做决定才可以 你现在看到加拿大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之前的这个新闻他们说的是 Anti Conversion Therapy Bill 反性别转化法案 但是他们不是要反小孩的性向跟性别 这个法案是一个反常识 一个反信仰的一个法案 在告诉你的小孩说 他们可以随便的转换他们的性别 如果你告诉你的小孩 异性恋对于家庭的 还有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 左派的政策的话 政府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如果父母想要教导小孩 性欲是要被控制的 这样子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这个样子教育你的小孩的话 你就是自私 你就是没有爱 你就是控制狂 所以政府就要把你的小孩夺走 现在这些东西在加拿大 已经变成法律了 这一系列的性教育 在加州、纽约、纽泽西 都是要来把小孩当成政治上面的武器 来攻击所有的父母的 性教育只是目前西方国家的 左派的使用方式 中国之前的红卫兵 俄罗斯的先行者 希特勒的希特勒青年 使用了几乎都是类似的东西 来让小孩站起来攻击父母 以下是现在加拿大 Kevac电视台 魁北克电视台 成功地洗脑小孩 来当政府的打手的话 对,您是否决定的? 每一人都在一单 dose 你认为你认为了吗 你认为了吗 是的 我似乎我似乎的 在这里 什么我们应该做 跟人们不想让人们 要订阅 我们应该叫警察 是的 如果他们没有疫情 这会让很多人在危险 所以好像 政府是在这边 现在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小时 小事,小事,等待他們發出疫苗 我們有未來的政治人員在旁邊 謝謝! 謝謝大家! 沒有錯!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沒有打疫苗的抓出來 奪取他們的一切 把他們關起來 這個樣子的言論從小孩的口中說出來 然後被一堆上心病狂的變態在那邊拍手鼓掌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起來反抗 這就是為什麼全美國的人會有這麼多人站出來起來抵抗拜登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反抗是必要的 前幾天有一個留言我忘了是誰流的 他說台灣沒有喔 台灣跟美國不一樣 台灣沒有打壓異性戀 我不是要來攻擊我們的觀眾 還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要各位想的就是 我們每次在報這些美國新聞 而不是亞洲新聞 最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這些左派的城市的惡行 還有我們要怎麼樣看到這些惡行下面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不管是台灣人香港人中國大陸人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會把我們自己的政治傾向放到這些新聞上面 而是看到這些新聞上面背後我們應該要看到的東西 我們會花這麼多時間來討論這些新聞 不是要讓各位覺得說 自我感覺良好 你看西方國家都這個樣子 連美國都變成這個樣子 台灣多好 中國大陸多棒 而是要看到美國這些大城市都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自己的教育 自己的家庭 跟這些距離 其實有多遠 事實上就是 美國只有幾個民主黨控制的大城市是這個樣子的 像紐約 紐澤西 洛杉磯 舊金山 芝加哥 這些城市淪陷了 全美國絕大多數的地方 都是正常的 都是好的 都是自由的 都是尊重人權的 都是有聖經價值觀的 而你的國家呢 可能是整個島都淪陷了 還站在那邊沾沾自喜的認為說 你看我們多棒 台灣No.1 當你的國家有全世界最嚴重的少子化 結婚年齡最高 離婚率全亞洲最高 全亞洲性氾濫最嚴重 道德淪喪 追著美國左派城市的毒品合法化 通姦除罪化 墮胎是權利 鼓吹變性 然後你們年輕人驕傲的說 台灣是全亞洲第一個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在新聞上面 孫子殺阿嬤 兒子殺媽媽 這樣子的時候 或許你就跟很多看我們的節目 就以為自己是右派人士一樣 他們只覺得拜登很笨 很蠢 只要他下台 川普上去就可以解決一切了 這麼膚淺 我們要打贏的 是一場文化戰爭 在這場戰爭裡面 最可怕的就是 沾沾自喜 覺得我們自己做得很好 而且 有個救世主 會來解救我們 這場戰爭最可怕的敵人 就是我們自己的驕傲 因為只要驕傲 我們就可能變成左派 因為我們很容易變得跟左派一樣 認為說只要是我們不同意的 就是反民主 反自由 反愛 而我們常常不知道民主是什麼 自由是什麼 愛是什麼 而是被其他的意識形態而利用 就跟我以為拜登沒有辦法再做得更爛一樣 左派做得到 左派能摧毀的比我想像的厲害太多了 以上就是拜登就職一年後我的感想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疫情之下 我們是否感到無助與無力 如果我們必須要與病毒共存 你準備好了嗎 你是否願意走出來 一同回應這個世代的挑戰嗎 愛行動逸工動員計劃 由教生與眾教會及正道神學院 北美GoodTV好消息電視台聯合舉辦 為的是用行動實踐愛心 以關懷見證福音 這不僅是一句口號 而會是一種持續更新的運動 你準備好接受挑戰了嗎 請一起來接受裝備參與行動吧 首先挑戰者需要接受三堂基礎訓練課程 包含兩堂線上課程與一堂實體課 全方位的理解關懷行動 所需要具備的觀念 技術工具與施工配對 接下來就是實踐行動的部分 透過循序漸進地參與兩次 腳聲大型活動 以及一次主流機構撫平的活動後 你的實踐精神值得鼓勵 在這裡我們將會贈送你 愛行動的Polo shirt與帽子 象征你是勇敢面對挑戰的大能勇士 一個微小的力量被神使用後 就能成就大事 你心動了嗎 你的熱情被點燃了嗎 現在就加入我們 一起為主愛行動吧 MINGALE MINGALE MINGALE